早晨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1月29日 星期一 最近的新聞也是那幾單 大家最關注的 今天 暫時未有 涵校長的新聞 其實不是沒有 不過關於他的黑材料 我們要重新整理 因為比較散 包括天天如港 包括他 怎樣找妹姐笨 比較零碎一點 我們也要組合一點 否則講不到10分鐘 現在 還在收集資料 如果有其他朋友想爆料的話 可以告訴我們 這節也是要跟大家說說洗米華 夫妻本事童林鳥 帶爛臨頭 竟然要刪Facebook 事源原來洗米華 出事後 大陸 他的鄉下 捐錢回建的 學校 和體育館 都開始用油漆 游了 周卓華的名字 不單止 大陸跟他割席 他老婆 洗米嫂也有這個跡象 只是把他的專業 和Facebook 刪了跟洗米華的合照 這件事 基本上我們也想跟大家說一下 以往 洗米華 最多出現在香港新聞是娛樂版 看到 一直都是圍繞著他 他的老婆 以及 Mandy 之間的關係 Mandy又被稱為最強小三 收到3億 這個分手費 其實是沒有分手的 只是在英國幫他打理物業 好像有生兒子 大家想想 現在那個 現在那個 夫妻關係其實也很開放 因為 只是前天 在Facebook我們看到有一個貼 當然可能是搞笑 他就說 剛才那個貼紙網上問 剛才那個男人是誰 那個只是我老公 你有老公嗎 然後那個女人就說 這個只是我平水相逢的老公 我們可以繼續教我 平水相逢的老公 真的很好笑 當然啦 只給了3億分手費 當然不是平水相逢的那麼簡單 其實 娛樂八卦一直 我們都不太多留意 尤其這兩年 香港革命爆發 我們幾乎 都沒有進過戲院 上個星期 那個 導演 那個戲的導演 透過BBC聯絡我們 請我們去看那個首映 我們就去了 去完之後 其實真的是兩年來 第一次進入戲院 應該快要接近三年了 因為2019年全年我們沒有進戲院 2020年全年沒有 2021年到年尾 其實快要三年了 才是第一次進入戲院 想跟大家認真去研究一下 不是說戲院 即是說一下 這次洗米華這件事 因為 以前的娛樂新聞我們少看的 這次 是令到香港怎麼那麼多人去關心這件事 當然 一來洗米華也是被譽為 搭馬仔奇才 或者叫做 商業奇才 聽到他很多 評價 尤其是澳門街傳回來的評價 都是對他 賺得絕口的 說他為人豪爽 有義氣 對那些伙計很好 而且做人 是 很圓滑很厲害的 絕對就是 每個人都覺得這個老闆跟得過 他身邊的朋友說 跟他身邊的人 每個人都發達 每個人都找到 他不會刻薄那些伙計的 這些人說真的 真是值得他發達 這次 我們也分析過 他 現在 在澳門被司警拉伊一著 其實可能對他是最有利的 當然 不排除 上面動他 又或是 牽涉到一些權鬥 當然未必來自最高層的權鬥 但是 其實 就算是刺一級的權鬥 他也很麻煩 因為牽涉到上面的政治舞台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派系又多 主要就是習派 現在變成 習派和反習派 但是反習派也分裂了很多隻 有些人也可能通過打擊這些人 去影響 或者討好習近平也未定 所以這次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校備頻道 月費贊助 這個洗米華 最初傳話 他踏上了習近平的表弟 這個叫齊明 但是 這個資料 不是很充分 我們也沒有 從這條線索 去找 但是 另一個訊息 就說原來周卓華 在最近這幾年 開始 進入電影圈 拿錢去拍電影 大家都知道 大陸的電影 很多時候是用來洗黑錢的 原因就是 他 投入電影的資金可以很龐大 而花出去的錢可以花很多 又可以在戲院讀數 賺很多錢 實際上 當然很多錢都是假的 例如他有人包牆買票 根本沒有人看那些電影 也可以包很多牆 例如那套《長津湖》就是了 現在 現在 又有另外一件事 就說他原來 利用拍一些紅色電影 去洗錢 牽涉到 之前的政法委書記 孟建柱 因為孟建柱 其實現在 就是沒有正式 倒台的 不過 傳聞已經是被人監視 我們之前也說過幾次關於孟建柱 不過 這個名字 在我們節目已經差不多接近大半年 甚至乎 八九個月沒有再出現過 而這次 又有牽涉到孟建柱 的事情 究竟是甚麼事呢 事源 就是 洗米華 開始進入電影圈 因為最近 一部大陸的外國大片《長津湖》 在大陸是拿了很多錢出來捧他 他的出品人 要博納影業 在大陸如果你看到合拍片也知道 這個在大陸是很大的 但是竟然又牽涉到周卓華 他們當然是迅速出來澄清 我們跟他沒有關係 周卓華 很早 已經是 當時 2009年他投資那套電影《撲黑王》 這套《撲黑王》 應該是古天樂 以及那個 那個 劉青雲 劉青雲 劉青雲是做的 古天樂好像是贏的 然後 去年 以澳門影視製作文化協會會長的身份 接受央媒 央視的採訪 原來 跟博納 泰洋 泰洋川和 拍過幾部電影 合作過幾部電影 因為他旗下的太陽城就跟這些影業公司合作了 其實你看那些大陸片 十幾二十間公司合作拍一部電影 因為這部電影 可能會花很多錢 當然我們讀數 我們會花黑錢 拍過兩套 其中的名字叫做《湄公賀行動》 以及《鴻海行動》 為甚麼牽涉到盲建柱呢 原因就是這套湄公賀行動 曾經由當時的政法委書記 出到來 站台 幫他造勢 中共公安部的網站在16年11月2日報導 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 在北京和電影湄公賀行動的 主創人員 座談 這部電影是以湄公賀105案件為原型 是講述 中共警方參與跨公案件的一部主旋律的電影 當時據說孟建柱對這部電影大為讚賞 當時的公安部部長郭聲坤也出席了這個座談會 他要求 各級的公安機關就按照孟建柱的指示 創作更加多公安文化作品 即是幫公安洗白 就像現在無線就幫警察 黑警洗白 所以 當時 原來這個傅政華 公安部部長 以及 公安部黨委員孫力軍也出席 那裏幾乎全部都倒台 當時出席的人 那會不會是他 也牽涉到一些公安系統呢 是不是他的後台 不敢說 因為大家知道 在大陸做生意 公安一定要買通的 一定要派片 不然你一定做不成的 很多生意 尤其是電影 當然除了公安 還有廣電總局 還有很多 廣電總局的審批 但是如果公安關係好 他們可能也會幫你打個招呼 大陸 用這個 娛樂圈 拍電影 拍電視劇 我們洗黑錢 已經是不明文的規定了 整套產業鏈 有陰陽合同 虛報票房 洗白 其實 那條 洗 銀板不小的 例如 他一套電視劇 說他投資的總成本五億 其實 實際上 沒有那麼多錢 策大一條數 這裏有給 那裏有給 然後 拍完又散水 所以錢很容易洗白 所以中共 對於這個方案 對於娛樂圈 大力的擔監 現在娛樂圈想再這樣洗也很難 說回周焯華 他現在認罪 就是經營 賭博平台 在澳門 其實不是犯罪 即使也是很輕微的罪行 但是洗黑錢的指控 走資 他就不認罪 這件事 有機會是真的為他輕判他 隨便在澳門可能坐兩三年 其實在裏面享受世界 當是度假 有這樣的可能 但是如果你太輕 在上面 想動你 要動你的話 是不是可以放過他呢 這個真是未知之數 我們看到 澳門方面 似乎是想透過 在澳門審 保護他 在澳門保護他下來 但是上面會不會 出動到搶人呢 或者通過港澳辦 港澳辦就是澳門那邊 或者港澳公委 或者透過 澳門特首衛行要叫你交人 這個不知道 如果上面要求你交人 這樣 其實你也很難做 最終可能要交多點錢 我現在就這樣看 是不是牽涉到中共的權鬥呢 又沒有到那麼多層 但是 有人要打擊澳門 或者 打擊整個賭博體系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另外我們會做一支分析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裏 拜拜 好 我先說到這裡 要是 我先說到這裏 這個真的 有一個安裝生 是 我們在這裏 上有一個安裝生 有一個安裝生 有一個安裝生 要不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